孩子是否有安全的智慧,是指是否具备安全意识与安全思维,再通过思考、分析,而做出判断与决定才属于是智慧。 这也意味着孩子的安全智慧是来自于定期定时的思维训练。 大家好,我们正在寻找5-12岁的儿童参与免费的儿童安全思维训练。 为了鼓励孩子对安全第一的重视,让孩子主动思考,积极练习,我们为孩子们准备了大礼物以作为激励。 除了欢迎您的孩子参与这次的挑战,也欢迎您邀请身边的朋友和孩子一起来。